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561章 小勝之謎 上次說到 蟲怪居然踢了偉佬 被偉佬追著來打 蟲莫太奇怪了 太有戲劇性 原來我們是想過來送死的 是一支名符其實的敢死隊 從來都沒想過有人可以救我們 因為能想的出路全都想過了 除了天蟲之外 我們沒有任何希望 但天蟲被蟲怪臨時性黏液纏住了 一時之間展開不到 本來以為大家都要死硬了 沒想到半路殺出的成咬金出來 偉佬當時出現了 他原來也不知道蟲怪那麼害怕自己 他也打算過來送死 但最終追著蟲怪來打 我見到這樣的駕駛 就對何武道說 我們也一起上 何武道也看到整個呆了 站在我面前 好牛頭地拍我 噢 好吧 然後他解開了霸佈打燈光氣罩 我們馬上衝出去 黃童和劉向晚直接對著蟲怪衝過去 我馬上大聲喊 回來呀 回來呀 你們傻了嗎 偉佬追著蟲怪來打 你們去搞什麼 蟲怪是殺不了偉佬的 但他殺到你們的 回來保護林武蟬吧 黃童和劉向晚想了一下 確實是這樣的道理 於是又回頭過來保護林武蟬 本來林武蟬就在八部打燈光氣罩外面 因為雨車所謂的落地 其實離地面坐幾十公分 其實是圓浮住的 林武蟬在鴻武道用起八部打燈光氣罩 還圓停在半空之中 所以林武蟬其實是極度危險的 幸好 重怪就認為 林武蟬是龍中長離開自己的掌心 他首先對付那些不穩定的因素 也就是我們了 林武蟬可以最後解決 大家這時把林武蟬團團圍著 把我和他逼在中間 因為我打算用五丁烈火去試試 可不可以燒著黏液 當然這樣做也很危險 萬一可以怎樣穿 把林武蟬一起燒賣也很有可能 但林武蟬就強烈要求一定要試試 我摸了林武蟬的腳下 把引上五丁烈火的東西準備好了 然後把王子用綠刀挑著 貼在林武蟬的黏液上面 很快一陣火光閃起 原來真的可以燒著 這些黏液雖然很厲害 但畢竟只不過是爆炸的合成副產品 在松塊沙裡很厲害 在其他人的手裡其實也是這樣 五丁烈火真的可以燒著 但我不懂得燒火 所以我很擔心 然後聞到一層燒燒了的 很臭的味道供過來 最後那些黏液燒光了 已經不可以附著地面 林武蟬的腳可以自由活動 但火苗還在燒著 順著很小的絲線向上走 我和林武蟬說 不要亂動啊!千萬不要亂動啊! 一瓶五丁烈火燒某一件事 這件事燒完後便會燒了 只要不要亂動的話 林武蟬應該就沒事 林武蟬也嚇得動得不敢動 果然當火苗仔 轉到林武蟬小腿的時候 拍一聲就燒了 我長長鬆一口氣 而另一個火苗仔 順著黏液的絲線向上游走 去到綿蒙雨車的路下 也拍一聲就燒了 我對林武蟬就說 幸好人在這裡 車都還在這裡 林武蟬一聲笑了出來 經過大爛後 那些笑容特別燦爛 我們在這篇救出林武蟬之後 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問我 為何蟲怪這麼怕偉鹿呢? 我就說 這是因為蟲怪很怕大兔婆 大家看著偉鹿追著蟲怪在這裡轉圈 偉鹿已經在蟲怪身上刺了幾刀 蟲怪不怕偉鹿把刀 只怕偉鹿碰到自己 在追打過程中 蟲怪不知何時在地上撿起那個蟲 拿在手裡 我知道蟲怪是打算要走路 因為天蟲離蟲怪比較近 所以我就不敢過去幫天蟲燒黏液 這時候我基本可以確定大家這次是有命的了 所以就不像剛才打算死硬了 無論多危險也好都可以過去試試 反正天蟲也不怕蟲怪打的 我現在希望的就是蟲怪快點走 等它自己冷靜之後 獨自面對著長生虐的時候自己去分裂吧 這時候天蟲身上的黏液都撕捨得差不多了 很快便可以出來 蟲怪一看到 當時馬上跌落地下 只在地上留下一個黑漆漆的洞 還飆著很多黑煙 我們開心到全部彈起來 大家互相拍手慶祝 那種開心叫做大難不死 然後大家全部湧上去 團團圍著毀露 這個又抱著它 那個又咳嚇它 很興奮 我過去看天蟲的時候 最後那些黏液都撕掉了 雖然今次天蟲作戰計劃之中 想不到有黏液這件事 所以中了蟲怪手段 但實際上 天蟲起到很強大的震懾作用 如果沒有天蟲在 蟲怪絕對不肯輕易就走 雖然打不死毀露 但可以殺了我們 避開毀露的追打 對它來說就不是特別困難 用游鬥方式 三兩下手勢就可以殺死我們了 就是由於天蟲的震懾作用 這樣才令蟲怪最終無心亂戰 在這個時候 我趕快和大家說 大家快點走吧 我們回去把整個過程 和康娜洗人說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高見 或者對於我們以後 對付蟲怪 或者分解後那幾個人 都有幫助 大家都頂頭同意了 我們馬上駕起麵蒙雨車 飛回頭 飛到雕賀榮的營地時 看到那個雕賀榮 在外面用野槌鍋煮咖啡 他的生活真是夠逍遙自在 我們就快差點沒命 他居然還有心機在煮咖啡 我當時就很不開心 雕賀榮一看到我們回來 很出奇地問我們 你們沒有去嗎? 林浩蟬便說 我們去完了 現在回來了 雕賀榮更嚇了一跳 然後說 蛤? 你們居然什麼事都沒有? 我便說 那你希望我們有什麼事? 雕賀榮聽到我的語氣不太對老 馬上站起來跟我們說 哦!那快點快點 大家快點進到帳篷裡坐吧 康夏省人一直在等我們的消息 這個時候坐在帳篷裡 一看到我們都回來了 他也很出奇 因為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內 康夏省人第一句話就說 沒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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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藥丟了給他沒有? 有沒有跟他講清楚? 我吐了頭後說 給了他 我們和蟲怪糾纏了半個多小時 說得很明白 那些藥確實很有效果 剛開始給他的時候 他身體內幾股意識開始打架了 現在他離開了 估計回去後抱著藥瓶慢慢就會分裂 康夏省人的樣子都很開心 接著說 那你們到底是怎樣做到的呢? 我們就把蟲露拉到康夏省人面前說 是他呀!是蟲露呀!是他救了我們呀! 康夏省人上下看了蟲露 樣子笑笑口 但蟲露這個時候就很生氣地說 我不想和這個伯義工說話 這個人太討厭了 騙我老公和我的朋友去拼命 自己躲在帳篷裡坐響其成 是什麼人來的? 我小小聲和蟲露就說 不要這樣啦!不是那麼禮貌 人家不是怕死不想去 是因為形勢需要 他如果去的話 蟲怪會想辦法吞死了他 到時候會有一場更大的爆炸 不僅將我們炸死 蟲怪以後沒有人可以控制住了 康夏省人的心性沉澱了這麼多年 當然就不會生氣蟲露了 反而覺得蟲露很可愛 不過令到康夏省人白思不得奇解的就是 雖然他見過蟲露兩面 但印象也不算很深刻 也感覺不到蟲露有多強大的氣息 於是就問他 樹老柳眼絕 不知道這位女士 學的是何方高術 可以這麼輕鬆地 就把蟲怪打走了呢? 林無成平輕輕摸了一下 偉露凸起身的肚子 然後就說 那就是因為她是大兔婆 我接口就說 對呀 我們發現了蟲怪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就是不敢去接觸大兔婆 我就推斷 肚子裡不觸養的孩子 是自由的先天之區 而蟲怪已經是天下至光之身 所以自由黑至光 物雷雙感 應該就是這個道理 看牠洗人想了一會 然後說 老柳財疏學淺 德綠先生這個看法 我不敢狗同 在我手中 自由黑至光這套理論 已經很合理地解釋了 蟲怪為何會怕蟲露 但現在看牠洗人說 自己不敢狗同 我就更疑惑了 難道我的推斷是不對的? 但蟲露沒什麼跟我們不同 手段雖然還算可以 但也是這樣 跟蟲怪打起來 跟我們比都差不得多少 而且牠還帶著肚子 行動上首先是底層 難道蟲露本身體質有什麼異常? 我就問回牠 老先生 那你的意思是 偉露自小 跟普通人有什麼不一樣? 看牠洗人領頭就說 哪裡有什麼 跟普通人不一樣的人呢? 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 大家聽到之後更加瘋了 紛紛坐下了 打算坐下來聽聽看牠洗人說話 雕紅就知道我們對牠有意見 趕快把外面煮的咖啡拿進來 一人和我們分了一杯 但康夏洗人不喝這東西 她開口繼續說 我去現場看蟲怪的時候 發現牠頭上是生了一隻肉角的 大家都亂呼呼 是啊,沒錯,是有一隻肉角的 康夏洗人繼續說 那你們知不知道 這是意味著什麼? 大家都領領頭 康夏洗人又繼續說 這就意味著 松怪還未形成至江之區 當時 北極松武已經和諸葛流義半合體了 北極松武雖然不知道這個道理 但諸葛流義肯定知道 自由黑至江的道理 德陸先生,你也知道了 這也證明 趕重人也應該會知道 諸葛流義是不會被北極松武 形成至江之區的 因為這樣 很容易以柔黑江 凡是意味和人合體成為至江之後 他的身體會變成人 因為人是萬目之長 但還有一個肉角 說明了還帶著義物的軀體 這樣就不可以成為至江之區了 所以才說 德陸先生剛才所說的觀點 我不敢苟同 康夏山人慢慢地說 大家聽到之後都理眼望我眼 偉陸也變得很迷惑 他不再生康夏山人 開聲說 但我最近沒有什麼異常 到底是怎麼回事 枉童想了一下就問 難道我的孩子是天生異品? 有什麼特殊才能? Honor洗人繼續領領頭說 我剛才我都說了 沒有什麼和常人不一樣的人 大家都是一樣的 你的孩子都是一樣的 但我實在真的想不明白 繼續問他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康夏山人領領頭就說 我也不知道 情感動 山人領領領領領受損